为库大青年博部总统旧国团和台专一号 签订都完合作访案 今年继续进行好好收留 欢迎科技大学和李向盈 正式行为旧国团第56所合作学区 我们很荣幸也很高兴 跟怡宁科技大学旧国团做一个多元的合作 那这个多元合作里面 我们希望达到第一个 加强对于这个学校的学生的关怀 而且让学生有关他们相关的 就是领导的训练可以再加强 同时也来关心照顾我们学校相关的老师 同时我们也借由英科大 他的一些学术的专长 也可以跟旧国团 我们很多的工作 像我们要资讯化推动都有帮助 旧国团这回年除了一期基盘青年社团华专 也不断政策主要和台专和国际大学合作 希望主要共同分享交流 創作青年发展机会 结合更多的资源 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 希望双方的合作 能够为我们青年 无论是在正面积极方面 可以青年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资源 让他们在社会上 真正能够成为社会的重量砥柱 现在欢迎三近科技大学 业劳修和旧国团参与合作案 让人充满期待 今年才参与的欢迎科技大学 未来合作企业 核心的核心一定会均丰富 那这里面包括学生的品德的教育 那学生的这个心理的智商的这个辅导 那还有他的社团的这一个活动 也就是培养他的这个团结 团队的精神 还有这一个领导的这个能力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旧国团呢 他有非常多的这些资源 也非常多的人才 参与多万合作未来旧国团表现 将会提供金家座协作 不论是核心社团婚人华丹 也许老师多万Q恒扣定 以及推动不由青年拎在阶约都会导臨 也欢迎婚宁青年来支持 记者黄昆你跟三藏不到